弟弟 弟弟 你眼里还有没有你这个爸爸 有没有你妈呀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眼里只有我的孩子 你 你别给我丢人去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白总 弟弟怎么样 你这个畜生 你害文家还不够吗 你还要害我们白家 弟弟 弟弟为你吃了那么多苦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白总 你听我解释 我不听 你的话音巧语我已经听够了 你可以骗弟弟 但你骗不了我 谢自天 你就是骑大马的一条狗 你为了往上爬 你可以不择手段 连女人去都要利用 你以为弟弟怀了你的孩子 你就用筹码来威胁我了 你以为你这样就能打败了文师了吗 你一辈子也别想 白总 白总 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你以为是我追的你女儿吗 是他主动送上门来的 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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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帮你吃完 好 Beyond heute 我也要帮你吃完 文社已经被骑士逼到绝路了 为了生存 一个月内裁掉了三千多员工 今天这些人 都是被裁掉的员工代表 都想找您讨个说法 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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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是替我们做主啊 现在齐大马在外面散布消息说 凡是文社出去的人 别的公司都不能用 现在文社要赶我们走 这不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吗 这是文社和骑士之间的仇 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黄显准先别急 我会替你想办法 淡淡 怎么回事 白晴天呢 白总今天下午地理辞呈了 什么 听说 白小姐怀孕了 更要命的是 那是谢子天的孩子 白总 文社集团的资金链 已经出现了问题 如果我不考虑 及时裁员的话 最后可能整个文社集团 都要被搭进去 还是丢居保帅吧 白总 白总 整个公司都等待您做决定啊 白总